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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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讲一些很贴时事的新闻 就是韩国业务广告 其实基本上都不用那么多计息 因为香港新闻太多投版 其实最主要针对的都是韩国业 去了中联办 接着见了王志民 接着回大陆见国台办 见郭文静 首先讲讲我自己很感慨的地方 在香港竟然引起一个很激烈的争论 激烈的争论不是重要 因为我们经常会因为很多新闻而激烈的争论 同样在香港发生 但是我觉得很感慨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所谓支持港独的人 或者一些本土派的人 他们很投入这个阵盖 他们觉得 什么搞错啊 韩国瑜 你没有看到我们香港的吗 你现在出卖香港台湾 出卖台湾人 你现在搞到你们台湾 就会变成香港 今天香港明明是台湾 今天香港明明是台湾 你们台湾很快就会被大陆滲透了 你去台湾就玩完了 你千万不要接受大陆那些好意 就讲得很严重的 如果你是一个大中华交 或者我们所谓的 国台港澳一家亲 我不出声 你支持港独的 你支持本土派的 我经常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起码在这班人心目中 一个独立国家的元首来香港 去见中联派 不是元首 是一个地方的首长 来见一个跟香港都没什么关系的 中联派在我们心目中 我们可以代表我们香港 这个特举政府 关系是什么事呢 再进一步 我不是说不评论这些东西 你评论这些东西 就是本土派经常都说 六四就是隔离国家发生的事 我们不要这么关心 既然六四你不要理 那韩国瑜 那你来做什么呢 就等于意大利 就是我说他和习近平 签了一带一路 你不会这样说 大佬啊 你意大利啊 现在被大陆滲透了 今天香港怎么办 明日 那罗马明天的议员 就会被大陆人执包了 你们的旅游区 会被自由行 你不会这样说 喂 你这个什么 蒙替 你肯定是出卖 你们五星联盟就是出卖你们意大利人 搞砸了 有没有解键我们香港吗 喂 你们意大利人 你们完全是否想放弃你们的民主 我心想意大利又好 台湾有民主制度 就由得他们自己决定 究竟要什么国家政策 我们可能可以关心一下 批评一下 但是我们香港人 他们是台湾人 台湾人的事关于什么事 你这样的心态 就是觉得 其实台湾人是什么 都投射了 都中人 大家都是中国人 大家都是国台港澳一家亲 的状况就是这样 其实第一 从一些人的行为来说 台湾人是似中国人多于香港人 但是我每逢见到香港人 做出来很多恶心的事 我都永远都会心想 哎 果然香港人都真是中国人 几一步 为什么呢 那样东西明明只有强国人 才会做 或者支蓝人才会做 为什么香港人都做 就是我会觉得 逢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会逢很多时候都发现 其实大家真是同一个种族 就是那个这么坏的种族 就是大家都是一步伐 但是我都觉得 就是我自己都周时做一样东西 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亲来的 其实就是从中的行为来说 所以我都不会否认这件事 我只不过说 如果我们很有自觉 我们香港是一个正如那些支持 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我们香港就是跟大陆人不同 你不要把台湾人当作香港人 你的说法就是跟大陆人 当作香港人是中国人的想法一模一样 大家要区隔 香港人从来是香港独立的运动 他从来不知道别人的独立运动是什么 就是他做的那些独立运动 其实是独立运动 其实是独立运动 其实是同一运动 就是他们不知道 比如说香港独立那些人 就要不要填海 不要搞那些什么 你看看新加坡 每一个独立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国土 越来越大的 就是香港动势国家 你如果跟中国统一 你国土真的不用增加 真的不用填海的 这个已经够了 够大了 大湾区 什么就搞定了 但是其实这个独立国家希望国土越来越多 就是他们做了这个其中一个例子 他们做的全部都是在赌独立运动 就是不是一个独立运动会支持的政策方向 或者是一个思维模式 另外一样当然是很现实的 香港人经常都说 你是台湾人 你是公民人 不要上党 但是你韩国瑜的民望就是步步急升 你估计是不是有些网军帮他做势 要做势也要有个势才能做起 网军造势是一个constance的数字 一定做的 只一定做的 所以既然这位他做韩国瑜 可以 就是做其他人 当然是可以 所以说韩国瑜真的得过其他人 其实我也是看过很多 当然我们现在香港传媒主要报的 都是一些比较亲民进党 反国民党的一些台湾人的声音 我看过很多现在在大陆住的台湾人 或者他会觉得高雄或台南地区 经济相对是萧条 很多的地方经济搞不起的台湾人 他其实是很羡慕香港 你经常说你不要变成香港 香港就会很逼的 你的医院就爆了 但是他们的心想就是 你都让我先爆一下 你都来看一看 那里有多不爆 是的 你们经常在说 那些东西很爆很惨 那些楼炒贵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有些地方就是失业率很高 那些年车人没有出路 很焦条冷冷清清 那些店铺也不光满 不是很远的 我们回想到SARS的时候 这样说吧 其实究竟在意识人态重要 还是在荷包重要 那我不敢说 是说很多意识人态的人士 如果帮钱给他们 他们不会去投 你只是这么说 譬如你如果那些 哪个人给多少钱 他们投共资不资啊 那些 至少很多人都为了负责 去投靠港共政权 比如说立法会 其实选立法会 已经是投靠港共政权 而且他输了 就是投靠港共政权 但是我就是说 香港很简单的就是 衣食足而知荣辱 你说是荷包重要 还是意识形态重要 从来说意识形态的人 都是因为荷包脏了 你才会去说 要不就是荷包 完全没有荷包 荷包很窮的人 就是说意识形态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经常都用香港的角度 去看台湾 但是问题就是 人家台湾的情况 跟你香港不同 你不能够照顾爱 都不要说很窮 起码别人就是觉得 很羡慕香港 有很多工作机会 韩国业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看台湾的 新闻 没有很多台湾 但是因为我可能会 遲些有台湾的东西 近来也有一些追踪 当然有人讨论 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 现在韩国业也可以 最后是支持民进党的人也可以 他说我是很有钱的人开始 很有钱的时候开始支持民进党 我现在不是不支持民进党 他们从来没有支持国民党 他们支持韩国业的原因 其实有些人不是支持韩国业 他们只是讨厌民进党 问题就是他们我已经支持到共 我没办法能够再支持下去了 就是我本来很有钱的时候 我一直支持民进党 但是民进党其实一直在搞我们 然后我现在知道 我都还支持民进党 今天 不过先支持河邦 我等会有钱之后 我会再支持民进党 就是这个问题 民进党当然有很多问题 其实其实 整个政策上的问题就是 他想把台湾 即是他想北上 即是他本来是那些农民 渔民 支持他 最好的人支持他 但是他现在想他现在做了执政 他不是会支持中产阶级 那些有钱佬那些人 他就只是放弃了他的基本盘 那这个是最大事的 但是因为他要做执政 那么他一定要做一个全民 那他基本盘就像当年的国民党 他其实做回当年国民党的事情 那他放弃了基本盘 就让别人入了位 那另外一样当然要说 就是很多人就说 韩国人就是骗人的 你那些不知什么 40亿台币MOU 其实根本就不是落实去做的 所以这些人就说 他就是民粹政客 他就是特朗普 完全正确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就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 我讲过台湾人 即是高雄人的心态 就是赌臣严 你找梁家辉去扮赌臣 高俊 然后飘飘严 然后吴善连他妹妹就说 周春发 他不知道他是他 你这样害死他 但是高雄人的心想就是说 当时梁家辉说 你这样让他威启一阵 他死了这么远 其实这个就是高雄人的心态 高雄何时做过全台湾的中心 甚至全大中华世界 整个国际政治的中心 他没有试过这么威 你死了 你香港就当然了 你威惯了 经常都东方之珠 有什么国际关系 你香港肯定都会消到 人家的城市从来都没试过成为世界的焦点 现在这么威 那当然是支持你 你不要说你兑现了什么话题 起码现在所有人都报了我们高雄人 当年的时候香港 你想想当年1997年之前 香港多威 我们赢了什么 其实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 普遍来说 不要计住 但是当时住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多了很多人住公关 其实是80年代的时候 就是因为威 如果你对着大陆人 对着全民都很没面子 有没有面子 1950年的时候 大陆五几年的时候 大陆都仍然很穷 但是问题是 用了很多次去支持人战 但是他永远支持人战 因为打赢了美国 很威 其实那个国家的地方 威是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愿意付出很大代价 你又换了威 你又换了威 当初的时候 台湾的时候 初初的时候 那个叫做台湾支持 腾水边做总统的时候 我们台湾终于撑出道 唯一一个 就是大中华地区 唯一一个有民主的地方 大家多威 那时候他为了民主做出生意 因为大陆很 proud of 我们有民主 但是现在觉得 一出来好像台湾人 出了国家 哇 为什么我这么穷 为什么个人都这么穷 我觉得一个地方 就是 不需要大家很有钱 正如我们做人一样 不需要很有钱 我们走出来 就算 可能很多人都说 做重庆 不用很有钱 但是你出来有自尊 高红人站起来了 高红人站起来了 现在台湾人 就是整个台湾都没有自尊 韩国人出来了 至少没有什么自尊 有人报道 以前蔡英文来 都没有那么多报道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还有我又要说 现在香港人 都用一些很负面的角度 去看 propulist 我想说 香港的政策 何顺又不是propulist 绝对是 非常之是 我们要增加 投资教育 医疗 然后又说 我们要投资创业 发展产业 然后又说 现在人们很穷 所以要增加 可以知道 中产很惨 你要退税 有哪一样 现在香港政党 那种所谓的政治老师 不是跟你们这些民意去行 是失败的propulist 当然是 是很低质的propulist 别人又是说 你现在不是 个个人都说单程 因为他们会觉得 是单程挺热的 我范国威说完 我阳岳桥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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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黄碧云说 你没有你们自己那种 所谓执政的意志 总之这些是什么市民 这些就是民粹 而我觉得很悲哀的地方 就是民粹就是有分高低 人家那种民粹 就是做完出来 给别人有希望 他说一国两制 你都做了头盖 他一南都说一国两制 你是香港人 你说什么 说人自制 就是没有人再信你 没有人觉得你 就是给到希望人 所以香港 我们说了几集 今个星期 每一集都令我很沮丧 我常常要遷就香港 那种很低致的逻辑 去讨论 如果你拉高小时 韩国瑜就是高级的 就是说 我骗了你 你吹吗 起码我骗完你 你先嗨 你比香港的政客 你骗完我 我还要觉得很宽 你真是当我白痴 然后我还要含雷头 那样东西很不着素 很不抵 我看你韩国瑜 第一是你不能够用香港的角度来看 人家高红人的想法 跟你香港人不同 你为何要减逼我们的想法 你和大陆人有什么分别 第二是 别人的成功 你又不会参考 你经常都说别人 怎么骗骗骗 你先看香港 他也是骗骗你 但他骗不到你 然后还要死死地气 继续投票票 那天才悲哀 下次再说其他话题